香蕉田倒覆一片惨不忍睹 颱风走了 却造成台东县农作物灾情惨重 因为正值采收期 包括香蕉 释迦 玉米 木瓜等等 能够达到农损的现金救助的话 那释迦是9万元 那个香蕉是7万5千元 镜头转到海边 风雨肆虐后 漂流木充斥台东沿海 数量多到金针 随着海浪打回岸边 导致富岗渔港船只航道受到阻碍 农业处启动计划预计一天内 会将港内外清除干净 不会受到影响 白新闻台东综合报导